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雄大支釣具的大支先生 今天我們再來介紹 寸針的黑棒 就是慢速鐵板乾黑棒 來 我們拍這邊 我們要分成 兩集 這個是他的袋子 因為大支先生先把它抽出來才不會說 很難抽這樣子 我們要分成兩集 我們第一集上集 上集我們先介紹 就是 C662 各位可以看見他這個都是C662 66 2就是 6尺 6吋 2P的意思 我們今天先介紹 2P的就是一本半 介紹200克 300克 400克 然後他像他這裡有寫 P1 1到2.5號 200克的部分 這個鐵板可以60到200克 然後測試的 直接這個調中 這個叫做 應該說 這個釣竿的承受力量到達12公斤 就是說 12公斤他們有用機器把12公斤引拔起來就對了 非常可怕 然後 300克的就是 2到4號 PE2到4號 鐵板 120到300克 TESTV的公斤數是15公斤 然後 這個是 400克的 400克的他就是 PE PE3到6號 鐵板用150到100克 TESTV有18公斤 非常可怕 然後 我們等一下會釣個釣性給大家看 就是說 我們會用這個 200克的鐵板 來拍這裡 200克的鐵板 為什麼要釣個200克的鐵板 因為 這支釣竿 其實他的訴求就是他 就用 非常的用 他的訴求有幾個訴求 就是說 第一 很細身 像我們第一上級 我們先介紹這三把 123 這個就是一本半 可以從這裡拆開來 那這個釣竿有一些特色 來 我們來注意介紹好了 我們先拿這一把 第一支 第一支 第一支這個 來 夾在這裡 200克 數據也都在 他有印在上面 然後這個 我們從前面開始介紹好了 來 來 他的 這個珠子 全部 都是富士珠 富士珠 那他是富士珠什麼系列呢 CCKW AG系列的 然後這個磁環 是A磁環 A磁環就對了 小房子你也 幫我們對焦一下 A磁環 不然我們 夾這個 這個比較大顆的 給大家看 這裡 A磁環 A磁環 S環 然後他前面各位可以看見 前面這裡是 單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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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雙腳的 你一定會問大師先生說為什麼不要全部都用雙腳的 各位 這個釣竿這麼軟的時候 如果說你在這裡都用雙腳的 像這樣 因為雙腳要綁兩個地方 這邊這麼軟的話 凹下去他這裡是 凹的弧度會比較大 如果用雙腳的部分絕對是弧度是很不漂亮的 而且 你如果中雨的時候 這邊已經彎下去了 這邊其實都是不受力 真的受力的是到這個 這裡雙腳的部分 那他這雙腳的因為這裡是 比較粗的部分 比較粗 這對廣環先給他抽對不對 就 就兩邊這個 這個 雙腳的綁上去 這樣子設計才是比較合理的 而且 你這邊如果全部綁雙腳的話 這支釣竿 你在人的時候 或是你抓起來的時候會變傻傻傻 富士書的 的部分就是 CCKW AG系列 A磁環 A磁環 然後 來他這支釣竿有一些特色 他這裡 有做了一些裝飾四軸探布 在 在這邊 四軸探布 然後這個 捲線器座的部分 也是全部都是採用富士的 採用富士的捲線器座 很多客人說 這個看起來又沒有寫富士 哪裡富士 各位看這邊 富士 有沒有 這個捲線器座跟Tulala的 那個捲線器座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把它推下來 這邊富士 這個捲線器座是很用的 而且是高級的 那他使用的這個捲線器座 每一支使用的捲線器座 都有一點不一樣 像100克紙餅的是用 DPS富士捲線器座 200克的槍餅的是用 PTS富士的捲線器座 300克的部分 槍餅的部分 是用 TCS富士捲線器座 那這支釣竿你又問大師先生說 那這個釣竿 黑棒 在那個 前陣子的那個釣具展 台灣的釣具展 有 有看見 那這個黑棒 到底有什麼特色 各位非常有特色 第一細深 各位可以看見 很油 每一支 講真的啦 都像吸管那麼粗啦 還沒有珍珠奶茶的吸管那麼粗 大概就是西瓜石的 吸管的粗度 細深 那他這支在那個展覽會上面 用這個100克的這一支 各位 我這一支還200克了 100克的是哪一支 這一支 紙餅的這支100克 引拔現場引拔5公斤 就是高筋 九台筋 釣起來 直指的釣起來 這個都有紀錄影片 各位都可以在那個 去看那個寸針的官網 的那個 那個影片 那個他們有做一個 展覽會的影片 這一支引拔了5公斤 各位最細的 這一支 多 多吸 大概就是 如果這是100克的話 大概就是比西瓜汁的吸管 還要細 大概就是 各位去 那種早餐店 再喝那個 豆漿那種吸管 那種粗度 那這個 這個除了 他的 優點就是強度跟犧牲之外 他還有什麼優點呢 後勤維修 如果各位 各位都知道 吊我們這個海 像他 他這個富士珠 已經是不容易壞掉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垂吊的過程中 萬一不小心有什麼 意外去敲破了 還是怎麼樣弄壞的話 我們這個東西 可以 跟你購買的店 叫他 就是說 幫你送去 寸針 原廠 去換這個珠子 然後原廠換這個珠子 各位可以想像嗎 你這個珠子 如果換回來 他就好像是 沒有換過一樣 這次後勤維修 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這樣子 那 這一套釣竿 我們今天 先介紹來 我們看一下細節好了 來 我們一次看三支 左邊 左邊第一支 200克 中間這一支 300克 右邊這一支 400克 粗細不一樣 我們從上面 叫我們的攝影師 慢慢的拍下來 大師先生先把它搞好一下 這一支是 什麼小 我看一下 300G 好 300G 200G 300G 400G 各位可以看見 首先粗細不一樣 粗細不一樣 粗細不一樣 綁的花的顏色也不一樣 綁的花的顏色也不一樣 來 我們再繼續拍下來 這個一根 長長的實在是 沒有很好攝影 不過沒有關係 大家多減看 那我們現場 有現貨 歡迎各位來 試拿一下 手感 手感 按一下 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然後它都是消光黑 整支是黑色的 你如果去刮傷到 其實也看不出來 所以 是一個 實戰主義的中間就對了 實戰主義的中間 然後 然後加 這個其實 來卷電器做拍一下 各位可以看見 卷電器做不一樣 都是富士的 各位其實如果看到 這個卷電器做是這一種 就是 耐腐蝕的 在海裡面 比一般的富士卷電器做更耐腐蝕 有這種顏色的 它上面有一個鍍層 好有一個鍍層 一個鍍層 是這樣子 好 那下面是這樣子 其實釣竿 我個人是覺得 真的還蠻漂亮的 那我們拿那個200克的 我們給它釣中試試看 我們現在釣都釣200克 為什麼要釣200克 各位 你如果你在家裡面 你已經有慢速鐵板竿了 你想要說 知道說這一支 比你 加的硬 還是 比你加的軟 你就去找一個200克的鐵板 我們給它釣上去看看 好釣上去之後 你在家裡面 模擬一下 比較一下 所謂的弧度 來這個是 你要站在這邊 這是 200克的 這一支200克釣200克 已經是極限 這是第一支 200克 那200克可以幹嘛 各位可以玩玩 游動玩 像現在流行什麼玩 什麼玩 或者是白帶雨 寄到的時候可以玩天安牙 這一支 講句認真的啦 這支根本是萬能的 還可以拿去甩路牙 還可以拿去釣海釣場 還可以 你想要幹嘛就幹嘛 因為它很用的 你敢知道嗎 它的訴求就是 輕用 然後 各位這個很好玩喔 黑磅全系列 黑磅這個全系列 全系列全部都是 實心的 實心的 這個一本半 來什麼叫一本半 拆給你看 拆起來是這樣子 當然啦 這支是空心的 不然會插不進去 如果它是 一本的系列 全部都是實心的 各位可以看見 這樣子就比較好 帶比較好收納 如果你是手感優先的人 我還是比較建議 買一本的這樣子 各位這個如果 要郵寄的話 這個要郵寄的話 運費是200塊 運費是200塊 因為這個 很長 它不好記 這個一般的 如果是貨運工資 他們是不收的 就算這一支 拆的很兩節 這個也是不好記 也是都算很長的一種 吊竿 所以它的運費是200塊 那 這個東西呢 我們上級 我們分這個影片 我們分成兩級 我們現在講的是上級 上級我們就是 都是 借 吊種 都 吊種這個 二批的給各位看 那下級 如果你對 一批的很有興趣 你也可以 再看我們這個影片 分上下級下級 來這一支是300克的 300克的 我們吊200克的鐵板 各位看起來 這樣子就比較正常 這個角度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角度 這個是 300克的 好來 我們把它拿下來 我們再來 等一下再來 掉個 400克 可是要從側面看一下 這個真的有夠長 好啦其實弧度是這樣子而已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嗎 弧度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傲 沒有 真的沒有 然後我們再來 掉一個 這一支 二批的 400克 這個竿子真的是 很好玩 而且很萬用 而且 你想怎麼用都可以 真的是這樣子 來 我們再靠 這一支鐵板 就是200克的 我們再掉這一支 這一支是400克的 這個這把桿子400克 掉一個200克的鐵板 來 弧度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然後來 我們從那個 第一視角 拍過去 這樣 就是這樣子 各位這樣可以看見嗎 這個是 100克的 像這一支 它上面就有寫 它的 黑石頭可以到 18公斤 嚇死人 有夠要求用 因為這是 實心桿 實心桿 它的特色就是 細身強 你看連鐵板 板上面鐵板都甩下來了 它還連動都沒有動一下 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好 那這個我們是實體店 那我們也有 就是 完成這個遂級登記 就是最近不是什麼 你在網路上賣東西 你就一定要登記 我們有登記 然後這個 各位跟我們購物 是不用擔心的 那如果你 高雄的朋友 你想要看手感 我們現場 一整套的 有限貨 有限貨可以看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 2P的部分 2P的部分 就講解到這裡 各位如果你對 1P的有興趣 我們再看下集影片 下集影片 好 好謝謝各位